我仔细看过了这层楼层的所有细节 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们 这栋房子它不是坍塌了 而是被压缩了 宁夜说道 压缩 你是说这房子是被挤压变成了这样的 故意问道 没错 就像这张纸一样 宁夜从兜里摸出一张白纸 白纸是在卧室的抽屉里找到的 他当着众人的面 把这张白纸随意地揉成了一个纸团 我们看到的墙壁上的裂缝 其实就跟被揉成一团的白纸上 出现的痕迹是一样的 这个所谓的家园 其实就是处于这种被挤压被压缩的状态 宁夜说道 这个房屋被压缩成为了一个密度更大 但体积更小的空间 而我们刚才说到了膨胀 如果我们可以让这个房屋膨胀起来 也就是说将其恢复到它原本的样子 那么它的体积就会变大 张熙月接着补充 房屋的体积变大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就等同于是它前进了 它与汉海星云的距离拉近了 夜五说完最后的论点 哦 原来是这样 众人醒悟 他们在卧室里看到了什么呢 看到了那原本崩塌的卧室 已经变成了一间正常的卧室 卧室的墙壁地板天花板 都已经恢复了原貌 不再坍塌 不再凹险 注意救神给我们的邮件里的用词 他说的是 让我们的家园与汉海星云图拉近50米 其实这也是一种提示 当家园如同宇宙的膨胀一样 体积变大 那么家园自然而然的 就与汉海星云图的位置拉近了 因为它变大了 用这种方式来处理 那么就根本不需要去在意 汉海星云图与家园的方位在哪 家园会以360度的方式膨胀 不管汉海星云图到底在哪个方位 只要家园开始膨胀 那么它与汉海星云图的距离 就一定在拉近 宁叶说道 解释到这儿 那么大家也都彻底明白了宁叶的意思 这事说起来玄乎 但家园的材质本来就是特殊的 哪怕被挤压成这样了 愣是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破洞 墙壁本来就是硬性物质 不具备可塑性 一旦遭到距离破坏 那么墙壁就会破碎 可家园里的墙壁很特别 就跟有弹性的皮球一样 即便出现了严重的扭曲变形 但愣是没破 这个本来就有问题 那怎么让家园膨胀呢 林宗问道 一开始我也不确定 我的这个办法是否行得通 所以我并没有直接说出来 而是让张希月跟我进房间 去做一下实验 我问你们一个常识性的问题吧 都打过乒乓球吧 如果乒乓球瘪了 那么你们有什么办法让它复原呢 林宗问道 瘪掉的乒乓球 这个我知道 我有经验 我小时候打球经常把乒乓球弄扁 只需要把球放到热水里抛 抛一会儿瘪掉的部分就会恢复了 沈佑强答 没错 让乒乓球内部的气体受热膨胀 进而挤压球体内部 让瘪掉的部分恢复原状 我想 这个家园就跟一个瘪掉的乒乓球一样 如果我们让园内部产生大量的热量 那么 是否可以把它给撑开呢 简单来说 就是受热膨胀 我让张希月跟我进房间做实验 就是因为他的神力传承于火神祝容 当他释放出火神之力时 卧室内的温度急剧上升 果然发生了变化 你们看到卧室恢复了原状 就是这个道理 宁夜说道 原来你把他叫到房间里去 是为了做这个呀 众人都笑了 只有宁夜一个人笑不出来 大家以为的不是宁夜以为的 但宁夜现在后悔了 要怪只怪他满脑子里想的 都是如何破解这个谜题 哪有心思想其他的事情啊 在众人的欢声笑语之下 只有宁夜一个人贼憋屈 唉 不想那么多了 接下来的步骤 就没什么好多说的 张希月直接释放火神之力 让家园内部的温度快速上升 然后将这一层楼层 彻底恢复原状 连接上下楼的楼梯口 也被撑开了 宁夜跟张希月兵分两路 两人一上一下 开始将整个家园恢复原貌 宁夜也有火属性的能力 红军盗组这张卡里 就还有火属性的力量 在宁夜跟张希月的操作下 整个被压缩的家园 海星云图的位置拉近了 这个小谜题被宁夜轻而易举的破解掉 后面又会遇到什么呢 一关游戏 凌罗室顺利通过 压缩的家园恢复原貌 那是一座五层高的楼层 像是一栋出租楼 每一层都有客厅卧室厨房 并且都有着不同的住户 在将房屋恢复原貌之后 大家伙自然也把整个大楼搜索了一遍 暂时没有发现什么奇特之处 四个小时后 就神宣布此次的关卡结束 一结束 那些封锁在家园外层的黑色物质就消失了 家园不再处于封死状态 大家可以透过窗户 阳台 甚至是顶层的天台 看到外边的场景 深渊内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的呢 一片漆黑 啥也看不见 把深渊比作是太空的话 那么这个太空里是没有星辰的 至少现在看不见 家园就如同是漂浮在太空里的飞船一样 它到底有没有在移动 这个问题也无法得知 因为没有参照物 这种一个非常诡异 但又很神奇的场景 宁夜站在家园的天台上 看着四周一眼看不到头的漆黑空间 它尝试着跳起来 然后会有一种失重的感觉 你蹦可以蹦起好几米高 然后再缓缓下落 如果离开家园 会发生呢 宁夜也试过了 从家园的天台上跳出去 然后保持不动 那么整个人会开始一点点地往下掉 速度很慢 至于会掉到什么地方 那就不知道了 宁夜可不敢轻易地去探索 这片未知的领域 在掉到距离家园将近50米的时候 它就飞回到了家园里 在接下来的好几天时间里 这片深渊没有任何异常 也没有发现任何参照物 就神系统那边也是静悄悄的 没有给玩家们发布任务 凌罗氏的八人 就待在家园里面休息 家园一共五层 宁夜跟三个女人住一层 其他人一人一层 这天 沈又来找宁夜 宁夜 这到底是个什么鬼地方啊 真就跟太空旅行一样呗 可这里完全没有天体存在啊 沈又坐在宁夜的卧室里 看着窗外那一片诡异的漆黑 搞不清楚状况 这里是深渊 不是太空 只是跟太空的设定比较相似而已 至于它到底是个什么地方 隐藏着什么秘密 那我也不知道 你着什么急呢 如果有任务的话 就神会给我们提示的 来 陪我打两把拳皇 冥夜倒是淡定得很 开着电脑玩单机游戏呢 不打 我又打不过你 再说了 这都好几天过去了 你不饿吗 沈又摸了摸肚皮 他已经饿得不行了 好几天没吃没喝 对于众人来说 其实影响不大 毕竟都不是普通人 但如果一直不吃东西 那也会死人的 自从困兽制成解体之后 那食堂自然也就没有了 漂浮在这片无尽的深渊里 又没有食材可以弄到手 吃的问题没办法解决 家园内倒是有一些水资源储存 喝水不成问题 但就是没有食物 你觉得 就是人会把我们活活饿死在这里吗 用膝盖想想都知道不可能了 还是一个字 等 冥夜说道 你可真沉得住气呀 沈又深感佩服 那不然呢 心浮气躁能够解决问题吗 如果可以的话 那我一定像你一样上蹿下跳 冥夜贪了贪手 关于那个磨合计划 你看出点什么问题没 沈又问道 没有 信息量太少了 根本得不出结论 冥夜摇头 关于这个磨合计划 冥夜在电脑里的论文上看到过 在整个家园内部呢 也找到一些关于磨合计划的东西 比如说报纸什么的 所谓的磨合计划 其实就是应对末日危机的一种手段 在深渊迷航这个游戏里 其游戏背景的设置 应该是在末日时期 末日这个话题太熟悉了 一般有这种设定的话 那么人类总是会想出一些 解决末日危机的办法 比如太空移民啊什么的 在深渊迷航游戏里 解决末日危机的办法有两个 第一是太空移民 第二就是磨合计划 太空移民是什么 这个就不需要过多解释 如果人类的科技达到了这种水准 那么将人类的家园搬离地球 移动到其他的星球上 也不是不可能 那什么是磨合计划呢 这个嘛 不清楚 在家园里搜索到信息太少了 唯一可以知道的是 这项计划具备不可预估的风险 且存在某种超出人类认知的力量 在影响着这项计划 通过家园内找到的报纸来看 人类最终的选择 大概率会是两项计划一起实施 太空移民的成本太高 而且不适合大规模施展 有条件的人类 自然可以通过太空移民来应对末日危机 但对于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 他们没有参与太空移民的资格 无法移民 那么就只能参与第二项计划 磨合计划 在深渊迷航这个游戏内 最终人类的命运走向如何 暂未可知 目前来看 宁业他们也没有遇到任何一个游戏内的人类 按照游戏的设定来看 我们已经不在地球上了 而是漂浮在深渊里 就眼前这环境 你觉得我们作为玩家来到这个游戏内 那么我们参与的 到底是移民计划 还是磨合计划 沈又问道 你觉得呢 宁业反问 我觉得像是移民计划 这不就是太空吗 不过又不像 没有任何天体存在 也不是真空环境 我们还能呼吸 温度也比较合适 常温吗 难道这是磨合计划 沈又不太确定 宁业刚打算跟沈又聊聊这个话题 结果顾一突然就闯了进来 宁业 快出来看看 顾一急急忙忙的说道 咋了 宁业一个猛回头 去天台上 行 宁业跟沈又跑到家园的天台上 大家火也都在了 快看 那里有一个闪光的点 顾一指着深渊远处 没错 在这片漆黑的深渊里 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光点 那是什么东西 沈又问道 谁知道呢 光点是什么 暂时看不到 因为距离太远了 发现这个光点之后 众人就一起站在天台上 盯着这个光点看 看了有将近一个小时吧 大家发现 这个光点逐渐变大了 光点变大了 这是不是说明 我们与光点之间的距离拉近了 张希月问道 应该是的 宁业点头 哦 那家园是在移动吗 向着光点的方向移动 所以我们不是处于静止状态的 夏景学问道 不一定是我们在移动 也有可能是这个光点在移动 要不就是 二者都在动 三种情况都有可能 叶五说道 只要再动就好办了 等吧 等我们离这个光点足够近的时候 我们总能看到它的真面目 冥业从天台回到了卧室里 那个远处的光点 虽然可以通过肉眼看到 但它与家园的距离十分遥远 显然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够抵达的 大家伙也没有在天台上继续盯着它看 只是让沈又一个人留下来 现在深渊内的一切情况都不明确 因此 家园内部一定随时要有一个人处于清醒状态 其他人则是休息 这个轮流守夜是一个道理 只不过深渊里可不分白天黑夜罢了 今天就是沈又职守 明页回到卧室之后 他闲着无视 便打开电脑 想玩几把游戏 然后就上床睡觉 刚打开电脑 结果发现电脑桌面上多了一个文件 打开一看 发现是一封录取信 罗明先生 你已经通过了我们巡河护卫队的审核 请于6月15号前往巡河基地办理入职手续 录取信就这么一句话 罗明 是那个罗明吗 明页看到这封录取信的时候 顿时就惊讶了 这台电脑上本来是没有这封文件的 但不知道为什么今天突然就冒了出来 通过这封录取信可以得知 这台电脑的主人就是罗明 那个这个房间也就是罗明的住处 明页此前在游戏中多多少少也听说过罗明这好人 他是初代救神游戏的王者 是初代冠军 如同战神一般的男人 这是罗明住过的房间 几个意思啊 明页盯着这封信看了半天 也没思考出了头绪 电脑里是有几张照片的 宁页之前就已经看到过了 照片上有一个男孩 20岁左右 这个男孩应该就是罗明了吧 再一次把照片找出来看了看 这张脸非常陌生 宁页仔细的确定过 他从未见过这个人 如果这个罗明就是初代 那么此次的游戏又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要把初代玩家的信息 放到这个游戏里来 有点奇怪呀 左思右想没有答案 宁页干脆把电脑关了 躺在床上 一边躺一边想 就这样 不知不觉的他就睡着了 然后他做了一个梦 梦的开端 是一声压抑的尖叫声 之所以压抑 是因为嘴里塞满了细细的猪丝 猪丝如同活物一样 在空腔内游动 像是章鱼的触手吸盘一般 沾附在牙齿 口腔内壁 它缠住舌尖 抵住善恶 部分猪丝伸向了咽喉 恶住了呼吸要道 尖叫声越来越弱了 天色是阴沉的 光线被阴云吞噬干净 涌动的乌云 像是无声的巨兽一样 在天际上变换着不同的模样 它与大地的距离 是如此的接近 仿佛一伸手 就可以触碰到阴云中的鬼秘 鬼屋森林 常年盘踞着厚厚的物账 瘴气内还有多种 不知名的毒素 寻常之物 一旦靠近这种瘴气 必定导致严重的后果 处之 则皮肤腐烂 如同烈火灼伤 又似独以撕咬 皮肤之上 会出现密集的小点 臊痒难耐 若吸入 则呕吐不止 内脏受损 血脉之中渗入剧毒 救治及时 可保全一条性命 但身躯必残 留下永不可愈合的后遗症 若短时间内 得不到有效的医疗手段 则全身溃烂而死 尸体将在数分钟之内之间 化作一滩黑色的血水 融入这片诡秘的大地内 滋养了那些折服在地底的会晤 此际 天上闪出了一道 划破长空的闪电 数秒之后 便是一道炸雷滚滚袭来 紧接着 一场细雨飘而下 笼罩住了这片 鬼影重重的鬼屋森林 一颗参天古墓 在风雨之中摇曳 繁茂的枝叶 迎着冰冷的风雨 发出沙沙的声音 细小的雨滴 打在巴掌大小的叶片上 细细粒粒的滴答声 混着风声雨声 以及大地的丝鸣 像是一场大自然的交响乐 只不过 这首乐曲 象征着死亡与湮灭 那是鬼屋森林里的死亡赞歌 是用鲜血筑成的谱子 而所有潜伏在鬼屋森林内的生物 都将是演奏这场交响乐的一员 他们会用他们的爪子 他们的利嘴 他们在沾满了鲜血的手 开启着残酷的篇章 大树枝繁叶茂 与大树共生的 还有翠绿的藤蔓 还有如同鲜血一般的食人花 也在大树的身躯上 绽放着妖异的花朵 长满了尖刺的荆棘 缠绕在大树的身躯上 这些复杂的脉络之间 贯穿着一根根如同银丝一般的蛛丝 这是鬼面猪的巢穴 鬼面猪 鬼物森林内的普通生物 级别为鬼物 在这片偌大的森林内 共有三个级别的生物 从低到高 依次是鬼物 鬼娼 鬼主 鬼面猪虽然只是最次的生物 但它的数量不多 且非常善于制造陷阱 其捕食手段多为守株待兔 不会轻易主动出击 只有当食物上门的时候 它才会露出自己锋利的獠牙 这种老鹰笔的特性 使得它在鬼物森林里 占有一席之地 寻常之物 不敢轻易潜入它的巢穴 也不会去招惹它 今天 它的巢穴内 来了客人 缠满了树枝的巨大株网上 有两个徒劳挣扎的活物 一男一女 它们被蛛丝包裹着 一圈一圈地 将它们包成了如同残茧一般 蛛丝具有麻痹神经的毒素 已经把这两个被包成了球的人 彻底给麻痹了 它们只剩下两颗脑袋 还露在蛛丝之外 但那如动的蛛丝 已经开始伸向了它们的面部 探入它们的口腔 鼻腔 耳朵 直至将它们的脑袋彻底淹没 两个人的脸上 都写满了惊恐的神色 它们发出了恐惧的尖叫声 但嘴里却被塞满了蛛丝 发不出太大的声音 它们的咽喉在剧烈地抖动 蛛丝的探入 让它们本能地产生了一股股 想要呕吐的感觉 咽喉的异物感让它们非常难受 但嘴巴被堵住 它们只能疯狂地晃动着自己的脑袋 可也无济于事 很快 那个男人的脑袋 就被蛛丝彻底给包住了 只能透过那薄薄的蛛丝 看到它那清晰的脸部轮廓 轮廓上依然写着两个字 惊悚 那个女人的脸还露在外边 跃动的蛛丝 似乎并没有要把她的头 给完全包起来的意思 因为这只鬼面猪打算吃掉它 另外那个完全被蛛丝包裹的男人 则是被鬼面猪当作是食物一样储存起来 鬼面猪慢慢地挪动着 到了女人的面前 张开了充满腥臭味的大嘴 它的嘴里长满了一颗颗锋利 如同钉子一般的细牙 牙扣之间沾满了粘稠的液体 鼓动的口腔内部 更是有一些指头大小的寄生虫在爬行 这些寄生虫 如同粪水里的白蛆一样恶心 死 鬼面猪发出一声近视之前的愉悦之声后 它张大了嘴巴 朝着女人的脑袋咬去 这个女人此刻已经被吓傻了 她哪见过这种体长有将近四五米的大型蜘蛛 这是超出了她认知范围内的诡异生物 本能的恐惧 让她想要发出嘶吼尖叫 可她的嘴里已经被蛛丝塞满了 那恶心的蛛丝已经探入了她的咽喉 堵住了她的呼吸 她的脸色变得通红 强烈的窒息感让她仿佛都产生幻觉 她看到了那张巨大的嘴 似乎猛地收缩了一下 然后那只鬼面猪像是被火烫了的虫子一样 整个身躯都开始蜷缩 那长达好几米的脚疯狂地颤动 结实的猪王也开始剧烈地抖动 探入女人嘴里的蛛丝 瞬间便如同潮水一般退去 女人瞪大了眼睛 猛吸了一口气 翻白的眼眶内冲入血色 甘甜的空气顺着鼻腔空腔灌入 她能呼吸了 嘶嘶 眼前的鬼面猪在挣扎着 嘴里一直发出痛苦的嘶吼 但她的身躯却无法移动 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她的背后将她擒住了 把她牢牢地钉死在原地 她能做的 只是舞动着那长长的脚 像是一只将死的虫子一样在扭动着 噗 突然 鬼面猪那鼓起的口腔内 插入了一把锋利的骨刀 是从她的脑袋背后直接穿透而来的 从她的后脑直接贯穿整个头颅 紧接着 骨刀开始往上拉 从她那恶心的口腔一直往上提 快速地将鬼面猪那张猙獰的脸 从中间斩断 一分为二 破开的头颅之后 女人看到了一张脸 一张人类的脸 她的神经仍旧处于麻痹状态 视线较为模糊 她只能看到那是一张皮肤有黑的脸 一张面无表情的男人的脸 得救了 女人不认识这个男人 但她知道 这个男人杀死了这只鬼面猪 她不会被吃掉了 从背后杀死鬼面猪的男人 似乎并没有要救下这个女人的意思 她开始处理鬼面猪的尸体 将那些鬼面猪口腔内掉落下来的寄生虫 一脚一个筒筒才死 用手里的骨刀将鬼面猪的脚砍下来 一颗墨绿色的晶体 擦干净上面的粘稠液体之后 直接吞下 墨绿色的晶体是鬼面猪的本源 吞噬之后可以提升自己的实力 做完这一切 男人用骨刀切开猪网 背上鬼面猪的脚 拖着鬼面猪的尸体 从高高的树枝之上跳了下来 从始至终 她都没有看那个女人一眼 女人的嘴里一直发出微弱的求救声 不仅央求她救救她 也在恳求她救下自己的同伴 那位已经被包成了木乃伊的男人 但这个神秘的男人 对于女人的呼救 置若网文 奢雅有想过自己会死 但她没想过 自己会被一只蜘蛛拖入巢穴 差点就命丧其口 这种死法 不在她的认知范围内 她很清楚 自己做出的选择 是具备巨大的风险的 在探索未知的这条路上 本就危机四伏 谁也不知道 自己一睁眼会看到什么 但她还是毅然决然地来了 她放弃了 在浩瀚的群星之中 寻找第二家园的机会 她曾经无数次地仰望星空 看着那璀璨的星河 幻想着自己有一天 能够穿梭其中 在环宇之内 张开科技的翅膀 肆意地翱翔 无垠的宇宙之内 总有一处容身之锁 用星光来点缀的太空 看起来是那么的梦幻 于她而言 那是她可以伸手触及到的美好 她本可以踏上 那早就为她铺设好的道路 她已经拿到了 太空计划的船票 可她却转手将她送给了 一位可怜的陌生人 一位丧偶的孕妇 据说她已经有了六个月的身孕 但丈夫在三个月前 死于一场爆发冲突 将手里的船票送出去之后 奢雅不再抬头仰望 那令她向往的星辰 她把眼光放平 放低 着眼于这满目疮痍的世界 聆听这片孕育出人类生命的大地 她在无助地发出污液与悲鸣 她闭上眼 将眼前的破败收于心底 并且在内心祈祷 祈祷着那未知的第二世界 能够带来破晓的曙光 她并不知道 第二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世界 她只是固执且天真的认为 第二世界需要一个人 来作为新的领袖 指引幸存的人们 在未知的道路上砥砺前行 她觉得自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 似乎从她出生之后 她的命运就是如此了 她的家族放弃了 这个第二家园的计划 但她不想放弃 家族之中 必须有人站出来承担重任 既然无人前往 那么她便踏上这条被遗弃的路途 可当她再次睁开眼的时候 看到的不是黎明降临之际的深蓝 而是悬于穷顶的阴云 与潜伏在森林之中的诡异 鬼面猪被杀死之后 她的蛛丝也失去了 本体提供的活性物质 其致人神经麻木的毒素 也渐渐消散了 禁锢住奢牙身体的蛛丝 也逐渐松动 奢牙感觉自己的身体 似乎恢复了行动能力 她开始挣扎 一点点对孤勇 像是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 正拖了束缚的躯壳 她爬了出来 爬出来之后 她立刻就冲到了 自己的那位男性同伴身边 疯狂地用手将裹住 她的蛛丝撕烂 蛛丝被撕碎之后 露出了同伴的脸 那是一张写满了惊恐的脸 嘴巴张得大大的 眼睛瞪着如同同龄 她死了 被蛛丝裹住之后 无法呼吸 等到奢牙挣扎出来之后 这个人已经凉透了 看着同伴的死亡 奢牙的内心涌出了一股悲凉 同时也有一丝愤恨 为什么那个杀死了鬼面猪的男人 不去救人 只要他及时出手 那么自己的同伴就不会死了 但他不知道的是 当蛛丝彻底将同伴裹住的那一瞬间 同伴就已经死了 同伴的死亡让奢牙痛苦万分 但他也必须面对这个事实 他死了 但他还活着 他得离开这里 去寻找鬼屋森林里的其他人类同胞 与更多的人待在一起 才能更加的安全 他顺着破开的蛛丝 开始往下爬 这是一颗参天古墓 枝繁叶茂 鬼面猪的巢穴就建立在古墓之顶 那距离地面有好几十米呢 上来的时候 他是被鬼面猪的蛛丝缠住 直接拉上来的 现在要下去 他倒是有些心理发怵了 太高了 他只能慢慢地沿着那粗壮的树木枝干 一点点地往下爬 但他毕竟是个柔弱的女孩子 而且从小就娇生惯养 这种粗活他干不了 就在往下爬的途中 眼看着距离地面不远了 可他却一不小心一脚踩空 从树梢上摔了下来 也许是力气不够用了 也许是下雨了 导致树枝的表面太滑了 总之他就是摔倒了 咚 他重重地摔倒在了地上 左脚传来了一阵剧烈的疼痛 他紧咬着牙关 不敢发出任何一丁点声响 他知道这片恐怖的森林里 暗藏着太多的杀机 他害怕自己的声音 会吸引到不可名状的生物 前来杀死他 就像那只鬼面猪一样 奢牙痛的眼泪都出来了 他看了看自己的左脚 天哪 骨头错位了 将皮肉顶出了一个大大的骨包 骨折了还是脱臼了 他不知道 抹了一把眼泪之后 他强撑着身躯站起来 拖着已经无法行动的左脚 想要离开这里 可这时 他看到了那个男人 那个杀死了鬼面猪的男人 现在正坐在这棵参天古墓之下 烧起了一堆篝火 篝火立于一面结实的猪网之下 刚好可以当作是屋檐 让逐渐暴躁的大鱼 无法淋湿到这里 雨水打在没有一丝缝隙的蛛丝上 顺着蛛丝的边缘落下了 形成了一个圆形的雨帘 男人静坐在雨帘之内 像是处于一个环形的小瀑布里一样 他不时地拾起地上的柴火 丢进火堆里 明亮的火光印在他的脸上 让他的脸部轮廓 看起来是如此的棱角分明 鬼面猪的尸体 就丢在大雨之中 躺在他的身旁 带的雨是稍大 他便不太看得清他的样子了 模糊之中 他觉得这个男人 像是传说中的驱魔人一样 那像是一幅画 一幅用大雨与森林塑写而成的 驱魔人传奇画作 鬼祟的森林 潜伏的万物 鬼绝的阴云 咆哮的晚风 汤陀的大雨 一切都是画中之物 最后的火堆 便是这幅画里最好的涂料 那象征着光明与希望 奢雅看过一些关于驱魔人的小说 也看到过一些构图 他也挺喜欢这些诡异离奇的故事 现在 故事里的主人翁 仿佛就出现在眼前 他拖着受伤的左脚 一瘸一拐地走进大雨之中 向着那个男人靠近 他走进了雨帘之内 坐在火堆旁 温暖的火堆 驱散了他的寒冷 这个时候 他才第一次看清了这个男人的模样 短发 脸颊略显消瘦 面部轮廓分明 线条很硬 右眼的眼角处 有一道比较明显的就疤痕 长约一厘米 他穿着一身黑色的风衣 强壮的身躯将风衣撑得满满的 脚上是一双军用靴 且在鞋面上有一道很明显 也让奢雅感到非常熟悉的标志 那是一幅白鸽的图画 是寻和部队的标签 这个男人是寻和部队的人 难怪 他的身上有着一股子飘悍的气息 浑身都散发出 令人感到冰冷的气质 那是常年在寻和部队 参与各种战事所带来的 他一定上过战场 但这里的战场 指的是因为末日 而引发的各种骚乱与危机 寻和部队 干的就是这个活 你是寻和部队的人吗 奢雅小声地问道 这是他第一次跟他说话 但没有得到任何回答 男人只是专注于在煮汤 没错 他用一个骨头做成的 像是脸盆一样的东西 正在煮汤 一锅浓汤 汤内翻滚了一些 像是肉块的东西 也有一些酷似蔬菜一样的物体 掺杂其中 这味道 闻着倒也挺香的 如果你是寻和部队的人 那你应该认识我吧 寻和部队 是我的父亲所成立的组织 我是他的女儿 奢雅 奢雅说出了自己的身份 当然 这也有套近乎的嫌疑 男人依然没有回答 他也从未看过奢雅一眼 奢雅盯着这个男人看 现在他的心里 只有一个想法 这该不会是哑巴吧 雨一直下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期间奢雅一直尝试着 与这个刀疤男说话 但他愣是一句话没回过 他的眼神也一直放在了那锅汤里 仿佛身边的奢雅 像是个透明人一样 难道这人不仅是哑巴 还是个笼子 奢雅也放弃了跟这个人搭话 他就默默地坐在火堆旁 既然他没有赶他走 也不排斥他坐在身边 那他打定主意了 不管这个人是笼子是哑巴 反正自己都跟着他 同伴已经死了 他自己不具备 在这片诡异的森林里 独自存活下去的能力 他必须找到同胞 找到其他的人类 一起才能生存下去 现在缴受了伤 行动更加不便 就算眼前这男人看起来怪怪的 但至少他是个人类 而且实力很强大 跟着他才有活路 而且根据他的着装来看 这个刀疤男 看起来像是巡河部队的人 巡河部队 其实就是奢雅自己家的一股武装势力 他自然愿意 跟着自己的人走在一起 就这么办 又过了一会儿 汤煮好了 男人将汤从火堆上端了下来 稍稍放了一会儿之后 然后端起一整锅 汤就咕咚咕咚的开始往下咽 奢雅看呆了 看呆的原因有两点 第一 这汤才刚刚从火堆上端下来 虽然放了一会儿 温度有所降低 但还是很烫的呀 这能端起来直接喝 不烫吗 第二 这个男人好像并没有要分享食物的意思 奢雅坐在一边 已经有将近20分钟了 肚子也一直饿得咕咕叫 很明显 他已经长时间没有进食了 他眼巴巴的等着这锅汤煮好了 自己能够喝一口呢 你能分我一点吗 奢雅舔了舔干燥的嘴唇 试着问道 刀疤男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回答了他的问题 一锅汤一口气喝光 一滴不剩 干干净净的 喝完汤之后 男人又将鬼面猪的脚放在篝火上烤 发出滋滋的声音 很快鬼面猪的脚就被烤成了金黄色 虽然闻着有一股怪味 但看起来似乎是能吃的 烤了两只鬼面猪的脚之后 女士便也渐渐小了下来 这时 丛林远处传来了一声声像 是打斗的声音 刀疤男听到打斗声之后 立刻就站了起来 然后二话不说 快速朝着打斗声的方向走去 哎 你要去哪啊 你等等我呀 奢雅连忙爬起来 跟了上去 丛林的地形复杂 环境险恶 到处都是茂密的植被 奢雅的左脚受伤了 本来就走不快 而那个刀疤男 也丝毫没有要等他的意思 只跟了不到一分钟 奢雅就迷失了方向 他现在只能继续走 朝着打斗声的方向走 有打斗声 且隐隐约约的 还能听到人的声音 那说明不远处就有人类 他必须跟人类会合 寻求庇护 大家齐心协力 方能渡过难关 奢雅穿过层层迷雾 当他来到一面森林中的湖泊前时 他拨开挡住视线的灌木 看到了恐怖的一幕 一只体型庞大的水猴子 正在啃食一具人类的尸体 湖泊旁 已经躺着三具尸体了 他们的死状都比较恐怖 身上有多处破洞 是被水猴子的利爪所穿透的 在湖泊不远处 还有一个人活着 这个人的胸腔 已经被水猴子的利爪刺破 鲜血滚滚而下 但他没有死 他正在地面上奋力地爬动着 当这个人见到奢雅的时候 他像是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 立刻就发出了微弱的呼救 救救我 那只水猴子正在啃食尸体 并没有要立刻把这个人杀死的意图 在他看来 那只不过是食物 再做最后的挣扎罢了 奢雅再一次被吓到了 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只水猴子暂时没有发现他 他可以转身就走 也许还能逃过一劫 可是有人在向他呼救 他来到这里的目的 就是为了带领人类 开启新的篇章 这是他的使命 或者说他自认为这是自己的使命 他的理念告诉他 他不能走 不能见死不救 但他的身体却很诚实 他的腿都开始发软了 藏于灌木丛里的他 暂时安全 但如果他要去救那个受了伤的人 他就必须走出去 把这个人拖走 否则他迟早要死在水猴子的立爪之下 奢雅只犹豫了一秒 然后他就走了出去 他将自己的脚步声放得很轻 尽量不让那只进食的水猴子 发现自己 他向着那个男人靠近 想要伸出援手 越来越近了 只有不到一米的距离了 走到他面前了 正当奢雅用手脱着这个男人的衣服 想要往后撤的时候 突然 他感受到了一股冰冷的气息 锁定了自己 那只水猴子 转过头 看到了他 水猴子 鬼物森林里 鬼仓 极别的怪物 也可称之为水鬼 水下生物 可栖息在深水或者湖泊 甚至是沼泽里 其样貌跟人类倒是有些相似 有四肢 可站立行走 浑身光秃秃的 一根毛也没有 只有脑袋上长满了黑色的绒毛 它的脑袋很大 面颊很宽 双目间距广 其眼珠如同死鱼一般呆板 一张大嘴上 长满了如同锯齿一般的牙齿 这种生物 一般不会轻易地离开水域 其活动的范围 一般就在距离水域不到50米的区域 这只水猴子之所以赶上岸 是因为它遇到了弱小的人类 哪怕在岸上 这些人类也绝对不会是它的对手 今天 它收获颇丰 但没想到 居然还有一个人敢送上门来 被水猴子盯上之后 奢雅就慌了 它使出浑身的劲 想要把这个受伤的男人拖走 可惜 它的力气太小了 再加上左脚本来就摔伤了 它拖不动这个男人 水猴子发现这个状况之后 它倒是没有动手 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一切 它不紧不慢地啃食着尸体 看着奢雅在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这个受伤严重的男人 很快也就断气了 失血过多 但它临死的时候 使出了浑身的力气 抱住了奢雅的腿 它太想活命了 它的双手像是一把枷锁一样 锁死了奢雅的腿 让奢雅居然正脱不开 关键是被抱住的还是右腿 它的左腿受伤了 也使不上劲 这下子它算是彻底 被这个男人给拖累了 它跌坐在地上 拼命地想要拨开男人的手 但它拨不动 它意识到 自己陷入了死局 它要为它的天真与任性买单 它那极度理想化的愿景 就如同它现在的处境一样 像个笑话 它想到了自己的父亲 有的时候 它没办法理解自己父亲的所作所为 它的很多理念 都跟它的父亲背道而驰 它也不喜欢听从父亲的安排 这是它第一次感到后悔 后悔没有听取父亲的安排 如果听了父亲的话 那么现在它应该已经在星空上遨游了 而不是像此刻一般 如同一块砧板上带宰的鱼肉 雨停了 森林深处 响起了咀嚼与撕咬的声音 沉闷而又残酷 水猴子用锋利的獠牙撕碎了尸体的骨骼血肉 对着人类的尸体进食 奢雅能够清晰地听到 水猴子的牙齿咬碎血肉的声音 能够看到它那硕大的脑袋 探入尸体内啃食的模样 十几分钟过去了 水猴子已经吃完了两具尸体 正在啃食第三具尸体 它的进食速度极快 食量极大 它的腹部也渐渐隆起 奢雅放弃挣扎了 它已经筋疲力尽 水猴子暂时没有管它 只不过是因为 它还没有把那三具尸体吃完 但这也快了 奢雅知道 等水猴子吃完最后一具尸体 马上就会对它动手 那可怕的怪物 会把它活生生地吃掉吗 想到这恐怖的一幕 奢雅心底发颤 与其如此 不如死了算了 但怎么死了 它连自杀的工具都没有 环顾左右 也捡不到一块锋利的石头 眼看着第三具尸体 即将被水猴子吃光 奢雅别无选择 它只能以头着地 用自己的脑门 狠狠地撞击在坚硬的大地上 企图一脑袋窗死自己 效仿古籍里提到的 以头撞住而死 可这一头撞下去 撞得奢雅头晕目眩 眼貌金星 它晕乎乎地瘫倒在地上 无助地抽气了起来 它觉得自己的行为 像是个白痴一样 多么可笑而又无奈啊 也许世人对它的评价是对的 它只是一个 还没长大的孩子而已 它的观念太理想化了 到了这个未知的世界里 它连死都死不成 一头撞不死自己 它想到了咬蛇自尽 躺在潮湿的大地上 它看着阴沉的天气 很下心来 打算咬断自己的舌头 可就在这时 它听到了一道 很细微的咀嚼声 不是水猴子 啃食尸体的咀嚼声 声音是从上方传来的 准确地说是树上 定睛一看 是那个刀疤男 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 藏在附近的一棵大树上的 它利用大树反暴的枝叶 挡住了身形 刀疤男此刻 正拿着那只烤的 金黄的鬼面珠的脚 大口地啃咬着 它面无表情地 盯着下方正在进食的水猴子 如同一只冰猛的野兽一样 在暗处盯着自己的猎物 它早就来了 只是它一直藏在暗处 并未露面 它一直都在冷眼看着水猴子 啃食人类的尸体 它一动不动 冷静地可怕 这里谁才是猎物 这个刀疤男是人吗 他为什么可以如此淡定地 看着人类惨死在水猴子手下 为什么见死不救 奢雅想不明白 但他知道 自己似乎有救了 他不敢发出求救声 他也知道 自己即便是呼救了 刀疤男也看都不会看他一眼 反而会暴露了刀疤男的位置 这个刀疤男潜伏在这里 那么他一定是有目的的 他的目的 就是要杀死那只水猴子 如果他能够成功地击杀水猴子 那么奢雅就能够活下来了 只是 他在等什么呢 要是等到水猴子对奢雅动手了 他还没采取行动 那奢雅也活不了 奢雅只能祈祷 这个刀疤男能够在水猴子 对他下手之前 把水猴子给弄死 第三具尸体很快就被啃得七七八八了 水猴子的肚子圆鼓鼓的 他似乎吃饱了 第三具尸体还剩下一些残躯并未啃食 他将这些残躯抓起来 然后拖着圆滚滚的肚皮 慢慢地朝着奢雅这里走来 奢雅能够看到水猴子的嘴角 还挂着一截肠子 他害怕极了 下意识地想要退缩 但他根本走不动 眼看着水猴子一步步逼近 尽管恐惧到了极致 但他仍旧没有发出呼喊声 他只是在心里大骂 救命呀 混蛋 似乎 那个混蛋听到了他的呼唤 刀疤男从树上一跃而下 于半空中滑翔而来 速度极快 如同一只俯冲而来的熊鹰一样 举着手里的鼓刀 信仰一跃 直接朝着水猴子的脑袋刺去 但水猴子不是鬼面猪 水猴子的级别是鬼娼 比鬼面猪高一个等级 他的实力自然也更强 反应更加灵敏 刀疤男出现之后 水猴子就已经反应过来了 本来这种远距离的偷袭手段 是不可能成功的 但水猴子吃得太饱了 导致他的行动变得缓慢 他的反应虽然快 可他的躯体跟不上他的反应 这来自于高空的俯冲一击 他没能躲开 噗 这一刀 借着高空下坠之势 如泰山压顶 势大力沉地插在了水猴子的脑袋上 水猴子吃痛 发出尖锐的嘶鸣 同时 他那锋利的双爪 直接就捅了上去 插入了刀疤男的腰泪 不愧是鬼娼级别的生物 遭此一击居然没死 反而还能迅速地打出反击 刀疤男双胎被中击 肋骨咔咔地断裂 但他愣是哼都没哼一声 脸上也毫无痛苦的表情 直接借着下坠的势头 将水猴子扑倒在地上 他的双手竟然也化作利爪 刺入水猴子的面部 将他的脸直接撕裂 水猴子的嘴里不断地发出 令人头皮发麻的尖锐喊声 这种声音会让弱小的生物 在本能上感受到恐惧 但刀疤男可不是弱小的生物 野兽在打斗之际 通常都会发出怒吼来震慑对方 水猴子如此 刀疤男也不例外 他的双眉之间涌现一道金光 紧接着额头呈现出一个霸气的王子 其脑袋之上 瞬间幻化出一颗猛虎的头颅 王者的气息瞬间爆发 刀疤男张开大嘴 虎头一震 露出锋利的獠牙 发出猛虎的帝王咆哮 其气势瞬间就把水猴子的声音 给压了下去 虎啸山林 紧接着 刀疤男直接一口就朝着水猴子的脑袋咬去 獠牙嵌入水猴子那猙獰恶臭的面部 刀疤男的眼神染上一层绿毛 竟如一只掉精白鹅大虫 咬住了猎物一般冷酷是血 水猴子感受到了危机 他开始疯狂地挣扎 刀疤男的力气也是出奇的大 与这体型将近两米的水猴子缠斗在一起 两人在地面上不断地翻滚 刀疤男的鲜血也将这潮湿的大地染红了 在经过一番剧烈的地面缠斗之后 水猴子滑溜的身体 终于是挣脱了刀疤男的压制 他的整颗脑袋都已经被刀疤男给撕裂了 但他愣是没死 逃脱束缚之后 他迅速地跳入了附近的湖泊里 水域 那就是水猴子的地盘了 在水里 他的实力要比在陆地强大得多 那才是他的领域 这片湖泊 也是他的栖息地 是他的巢穴 水猴子顿入水里之后 奢疤才算是松了一口气 刀疤男在跟水猴子缠斗的时候 他在一旁看得心惊肉跳 这纯粹就是两只恐怖的野兽 在进行单纯的肉搏战啊 其画面非常原始血腥 丛林的法则也向来如此 奢疑也被刀疤男的勇气所震撼 他居然敢直面 跟这种恐怖的怪物贴身肉搏 一般人看到水猴子 估计就吓得半死了 哪还敢贴上去啊 本以为战斗至此就已经结束了 水猴子逃入水中 刀疤男应该不敢追了吧 但奢疑显然是小看了 刀疤男的勇气与决心 他已经决定要杀死这只水猴子了 那么今天这一战 必然只有一个结局 在水猴子跳入湖泊之后 刀疤男立马跟上 一个猛子就扎入了水里 溅起了大量的水花 然后水面就过于平静了 就这么过了大概一分钟左右吧 平静的湖面再无波澜 奢雅慌了 喂喂你你没事吧 奢雅只能呆呆地看着 平静的就跟一面镜子一样的湖泊 试着跟刀疤男对话 但在水下的刀疤男 显然不会听到他的话 就算听到了也不会理他的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 奢雅越来越急 可他什么都做不了 只能在内心祈祷 他当然是希望刀疤男耐够活着 在他的理念之下 他希望自己带领人类 建设新的家园 他不会放弃任何一个人的 现在他似乎认清了残酷的现实 他的理念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但他也不会放弃 只是他知道自己必须先活下来 先让自己变得强大起来 而刀疤男是一个可以帮助他的人 尽管这个人非常古怪 但他似乎成了奢雅现在唯一的依靠 没有他 他活不下去 他必须跟着他 不管如何 哪怕是死皮赖脸 只要能够跟着这个人 就能活 你千万不能死啊 神啊 求求你保佑他吧 奢雅双手合十 进入祈祷模式 这是他长这么大 第一次向神明祈祷 作为无神论者 他从不相信那些神明的传说 但他现在不信也得信 他能做的 只有这么多了 平时不烧香 临时抱佛脚 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又过了一分钟样子 平静的湖泊出现了些许变动 有什么东西浮了上来 细细一看 是人类的残肢 看到这个 奢雅脸色瞬间就变得惨白 这该不会是 不对 再仔细一看 这些残肢明显是被啃食过的 那是水猴子肚子里尚未消化的东西 十几秒过后 平静的水面猛地破开 那张冷峻的脸庞 从水面钻了出来 是他 在这场残酷的捕猎之中 他才是最后的胜者 宁夜猛地睁开眼睛 他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内心有一股难以言说的压抑感 这个梦太真实了 在做梦的时候 宁夜的视角是上帝视角 他可以看到鬼屋森林内的一切 包括那个刀疤男 在湖底与水猴子搏斗的场景 这个梦是什么意思 卧槽 宁夜 你终于醒了 这时 卧室的门推开 宁夜走了进来 什么叫我终于醒了 我睡了多久 宁夜问道 一天一夜了 若不是你的生命体征十分平稳 我都害怕你出事了 宁夜回答 这么久 宁夜哑然 这一觉 睡了足足24个小时 快看谈就宁的邮件吧 就刚才 就宁给我们每一位玩家 都发了新的邮件 宁夜说道 哦 好的 宁夜立刻查看了一下自己的邮件 困兽之城解体之后 各位玩家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吃喝了吧 想必各位已经陷入了食物短缺的恐慌之中 而在深渊之内 就神不会给大家提供任何食材 各位都是老玩家了 知道在救神的游戏中 在游戏世界内仍旧可以通过吃喝 来解决现实中的饥饿问题 在各位尚未抵达汉海星云图之前 救神会给你们每个人参与游戏的机会 你们进入游戏内 自然可以凭借自己的本事 找到食物 深渊旅行是一场漫长的旅途 各位切勿心急 救神的游戏发展到现在 已经经过了无数个版本 现在的你们 或许会对此前版本的救神游戏 有一定的好奇心吧 每一代的救神游戏 都会在最后的赛季环节 让大家参与到之前版本的游戏 这一次也不例外 救神会将之前无数个版本内 所有未通过的游戏统统展示出来 让你们进行选择 每位玩家都必须选择一款游戏进入 注意 这次的游戏是单人战 不存在团队合作 每一款游戏的难度都有所不同 从低到高 什么难度都有 大家可自行进行选择 若选择与自身实力不匹配的难度 比如选择低难度游戏 则相应的降低自身的实力 以达到与游戏难度相匹配的程度 若选择高难度游戏 自身的实力将不会改变 游戏通过的奖励 与游戏难度无关 哪怕选择最低难度的游戏 奖励依旧是丰厚的 给各位玩家一个小时的准备时间 在一个小时之内 请各位做出自己的选择 倒计时开始 阅读完旧神的邮件之后 在旧神的系统界面上 瞬间就多出了无数款游戏 这些游戏都是之前版本的游戏 且都是尚未通过的游戏 现在 宁业他们需要在这些游戏内 选择一款进入 单人参与 你们都选好了吗 宁业问道 没呢 大家都在思考 反正是个人战马 没有配合可言 全看自己了 沈又回答 嗯 我也来看看这都有些什么游戏 宁业开始浏览游戏页面 而这时 已经许久没有出现的小号夜神 也就是三代韩琳 突然就开口了 宁业 你去打一款叫做 胡服庄园的游戏 韩琳说道 啊 为什么 这是你那个年代的游戏 三代版本的游戏吗 宁业好奇地问道 别问那么多 去就是了 相信我 韩琳不愿多说 行 我找找看 宁业开始在诸多游戏中 寻找胡服庄园这款游戏 没多久便也找到了 人 及难度的游戏呀 宁业一看 顿时一愣 这个游戏的难度 对于现在的宁业来说 的确是太低了一点 不过 就神说了 此次游戏的奖励 与游戏的难度无关 不管是打什么难度的游戏 获得的奖励都是丰厚的 并且 如果宁业选择了 人及难度的游戏 那么他自身的实力 与这款游戏的难度 是不匹配的 根据规则 宁业的实力会下调 调整到与人 及难度相匹配的程度 在这个游戏环节里 选择什么样难度的游戏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就是这个游戏 去吧 我相信你能打通 寒林说道 没问题 宁业回答 胡服装员 这款游戏是哪一代游戏 这一点并未标明 但寒林让宁业来参与 那么可以知道的是 这是救神游戏的第三代游戏 这款游戏 一共有八个人参与 这参与游戏的八名玩家 当然都已经死了 死在了这款游戏里 因为这款游戏是没有通过的 现在就是让宁业这一代的玩家 来打这些老版本的游戏 自然是想看看这一代的玩家 能否打通之前版本 那些尚未打通的游戏 此次游戏采取的是单人模式 而胡服装员需要八个人参与 宁业算一个 那么还剩下七个人 这七个人 是否也是由这一代的玩家来参与呢 不是 宁业参与游戏的方式 是替代八个玩家其中的一个人 而另外七名玩家 仍旧由原本参与这款游戏的七个人参与 简单来说就是 宁业要跟七名三代玩家来玩游戏 宁业只是取代了其中一名玩家 取代谁 这个由宁业自己来定 这八个人宁业可以随便取代一个 剩下的七个人则是不变 这个规则有点意思啊 那我随便取代一个人吧 宁业说道 不 你去取代那个叫做赵岩的人 韩林说道 为什么 照我说的去做吧 就当是帮我一个忙 这是一个团队 PK游戏 两两一组 我希望你能够代替赵岩成为旅业的搭档 并且带领她通过游戏 韩林说道 这个八人游戏 其实是一个小型的对抗游戏 八人中三男五女 共有四对搭档 且每一对搭档中 都至少有一位女性玩家 赵岩的搭档是一个名为旅业的女孩 在这场对抗赛中 尤其只能有一对搭档胜出 也就是说 八个人必然淘汰六个人 当然 如果没有人可以完成任务 那么最坏的结果 就是八个人一起淘汰 胡服装员的游戏结果 的确就是这八个人都被淘汰掉了 这四对搭档 没有一对通过了游戏 游戏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才会导致八个人一起团灭呢 它的难度其实不大 只是初级的人及难度 那么想必也不会涉及到 太过于复杂的东西 这游戏到底是什么呢 玩玩就知道了 一辆来自于北方的列车 带着深秋的萧瑟 缓缓驶入终点站 威尔顿小镇 是列车航行路线的最后一站 这里是著名的旅游景区 景色宜人 风光宜泥 能够吸引许多国内外的游客 前来观光打卡 不过 现在是秋季 并不是旅游时段 也没有什么节假日 来往的游客相对较少 宁业背着一个黑色的小包 正从车站内走出来 她的身边 跟着一个染着一头粉色长发的 年轻靓丽的妹子 这妹子 自然就是此次游戏的参与者 也就是宁业的搭档 吕鸦 两人是一同搭乘列车 来到威尔顿小镇的 你也是旧神游戏的新手吧 住哪啊 作为同城的玩家 我咋没见过你呢 吕鸦跟在宁业身边 一边走一边问 胡服庄园是一个城市对抗游戏 赵岩跟吕鸦是同城的玩家 他们是被随机匹配到一起参与游戏的 之前并不认识 没有交集 这里为了描述方便起见 就直接把赵岩的名字代替为宁业 是 我是新人 参与人及难度游戏的玩家 大多数都是新人吧 最多也就是有两三次的游戏经历 难道你不是新手 宁业反问 算半个吧 我参与了三次游戏哦 这是我的第四个游戏 随机匹配队友这个机制 真的太让人无奈了 我可不喜欢跟不认识的人合作 喂 你不会拖我后腿吧 吕鸦一脸认真的问道 其实在没见到吕鸦之前 宁业觉得这个妹子 应该是个比较文静内敛的人 当然 这是宁业从她的名字来判断的 但在进入游戏见到这个人 跟她聊了几句之后 宁业就发现自己错了 大错特错 这吕鸦完全就是个小太妹啊 头发染得花里胡哨的 脸上画着浓浓的烟熏装 左耳带着一个大大的耳环 脖子上手腕上 甚至是脚环上都有各种配饰 右肩还有纹身 那是一朵玫瑰的图案 黑色的玫瑰 虽然现在没到深秋时节 但早上的天气还是比较凉的 吕鸦就只穿着了一件 单薄的黑色露气吊带衫 一件超短裙 脚上踏着一双恨天高 嘴里嚼着口香糖 说起话来也是大大咧咧的 刚在列车上 有个人不小心碰了他一下 他差点没跟人家打起来 泼辣得很 我尽量不拖你后腿 宁业笑了笑 看你这样就知道 是个若不金风的家伙 瘦了巴唧的跟个红似的 穿的也吐 大叔什么年代了 还把钥匙环扣在皮带上 衣服下摆还扎进了皮带里 你真的搂爆了知道吗 你不会还穿了秋裤吧 还有你的袜子 我的天哪 这种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 一顿点评 说实话 宁业的打扮的确很土 说他是个土包子 其实也没错 但宁业仪进入游戏之后 他就是这身打扮 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赵岩的穿着呀 你难道不知道 随便批评别人的穿衣风格 是一件很不礼貌的事情吗 你可以不喜欢 但没必要当面说出来吧 而且我哪瘦了 这不是正常人的体格吗 宁业有些不悦 这个妹子似乎不太有教养 你要是个路人 我当然没意见了 可你是我的搭档 老娘可是走在时尚前沿的人 我无法忍受 我的搭档跟个土鳖似的 这会影响到我的气场 关于你的身材 我希望你能够拥有健硕的体型 这样看起来会更有安全感一点 吕严说道 呵 宁业懒得搭理他 他对吕严的第一印象很差 这像是一个缺乏管教 而且非常以自我为中心的人 快速走出火车站 刚一出来 迎面就碰上一个人 这个人一直在等待宁业跟吕严 他姓刘 具体名字是什么不知道 行内都叫他老刘 你们可终于来了 列车晚点了 没办法 宁业解释说道 走吧 大家都在等你们了 老刘说道 行 你带路 老刘带着宁业跟吕严上一辆面包车 然后开着车朝着 威尔顿小镇的南方驶去 威尔顿最近的行情怎么样 坐在副驾驶的宁业问道 还能怎么样 老样子呗 现在又不是旅游的高峰期 对于我们来说那也就是淡季 很多伙计手里都没啥活了 想去赌场摸两把牌都难 我前几天带着几个兄弟去发传单了 一天八十还不错 老刘单手开车 另一只手在口袋里摸了摸 摸出一盒烟 他正准备点火的时候 坐在车后面的铝烟直接开吼 喂 有没有点素质啊 别抽烟 没看见车内还坐着不抽烟的人吗 老刘的手停在半空 尬住了 他张张嘴想说点什么 但最终还是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地把烟放了回去 我听说 你们把威尔顿小镇该焖的人都焖了个遍 这段怕是待不下去了 得转移阵地了 当年带着你们流窜到这儿的老王 去年不是就走了吗 宁业接着问道 是 这段是待不下去了 警方最近几年 推出了一系列的防诈骗手段 给我们的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一些日常的活动都不方便展开了 不过 这是整个社会上的大势所趋 行业寒冬嘛 搞诈骗的都算是都陷入了低谷期 但威尔顿小镇其实还好 毕竟是旅游胜地 每年都有各式各样的人涌入 其中必然会有傻子 虽然那个傻子太多 骗子不够用的时代 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现代的人可太精了 但是 总有漏网之余对吧 人性是一定有弱点的 抓住它 那么就能撬开别人的金库 再说了 我在这地干了整整五年 有感情了 可不想走 老刘感叹一声 哎 你们会不会是干那种黑导游的活 就是强迫别人买东西的那种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 驴鸭搭话 呸 小姑娘 虽然你在诈骗领域颇有威名 手段了得 但我怎么说也是你的前辈 你说话不要这么难听 我们是骗子 又不是抢劫犯 那种事儿我们能干嘛 你是野鹿子出生吧 没点行业基础 我劝你 先把诈骗这个理念搞懂 下狠功夫 把基础夯实行不行 黑导游那活我们干了 那他妈真是脸都不要了 丢不起这人 同样作为语言工作者 我鄙视他们 一帮节字而语的白痴 搅乱了行情 上游的水都被弄浑了 那还有人来旅游吗 都他妈上新闻了 老刘骂骂咧咧 神他妈语言工作者 都是干这些肮脏的活 这怎么还有高低贵贱之分呢 难道在语言工作者行列里 也存在鄙视链 小孩子不懂事 老刘别放在心上 宁夜微微一笑 他才不是小孩子呢 说实话 二位的名头我早就听闻了 作为东偷西片南坑 北道四大天王之中的西片搭档 我知道你们很厉害 但也不能如此侮辱人不是 老刘骞哼了一声 听到这个名号 宁夜真是不知道 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了 没错 在这个游戏里 他的履烟就是诈骗行业里 臭名昭著的西片组合 西片 还他妈西八脸 老刘开着车 把宁夜跟履烟 带到了威尔顿小镇南方的一家民房里 很简单的一间平房 装修什么的几乎没有 就跟毛皮房差不多 只不过里头摆了一些日常所需的家具 房子里一共有六个人 这六人正是此次参与游戏的玩家 他们两两分组 各自坐在房子里的不同位置 各位久等了 老刘进入屋子之后 简单的跟他们打过招呼之后 转头又介绍了一下宁夜跟履烟 这两位就是西片搭档 想必你们也听说过他们的名号 老刘的话说完 几位玩家纷纷投来了好奇的目光 这两位是北盗组合 他们的一手盗窃之术已经出神入化 三年前震惊威尔顿小镇的珠宝盗窃案 就出自他们之手 本着贼不走空的祖训 但凡他们所过之处 必定要拿走点什么 哪怕是一条狗经过他们的身边 他们也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薅他两根毛 老刘接着给宁夜他们介绍其他的组合 40岁了 女人则是跟女鸭一样 20岁出头比较年轻 男人的游戏ID为盗鬼 女人的游戏ID为明镜 说完北盗头之后 老刘又把目光放到了 坐在屋子中间的那对搭档身上 他们是东偷组合 偷窃本领已经真于化镜 妙手空空之神术令人拍案叫绝 他们的偷窃 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施展 饶视众目睽睽 也抓不住他们的破绽 曾经在一次街头采访当中 他们面对着摄像头 偷走了一位被采访者 口袋里的百人大超 虽然后来发现这是假币 但这也足以证明他们的能力 东偷组合是两个妹子 年龄相仿 都是20岁出头的样子 而且长得还挺像的 估摸着是姐妹吧 两人的游戏ID分别是 东墙 庄花 最后的这两位就是南坑组合了 他们非常擅长于布局挖坑 选定目标之后 便会制定一系列精密的计划 来引诱目标入坑 进而将其身上的财物 统统骗得精光 他们做的局太多了 有不少经典的案例 在此我就不一一说明了 老刘做完了最后的介绍 南坑组合是一男一女 同样的 女人年纪轻轻 游戏ID为南非 男人的年纪在30岁左右 游戏ID鬼手 至此 东南西北四大天王全部到齐 各位的名号真是久仰了 宁夜笑嘻嘻地说道 这是游戏赋予他们的角色属性 其实他们作为玩家 是没有这些所谓的 偷蒙拐骗的技能的 就拿宁夜来说吧 他可不会搞诈骗 其他玩家同理 这只是一个游戏上的设定 至于在这个游戏内 救神会不会给大家一些特殊的技能 这就不知道了 能够邀请诈骗界的四大天王齐聚一堂 真是让我老刘倍感荣性 今天各位来到威尔顿小镇 其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干一票打的 我从业十余年 带过不少人 也跟各种行业内的大能合作过 但今天的阵容是史无前例的强大 能够带领八位一起行动 我老刘成皇成恐 也从未打过如此富裕的仗 此次行动 必然要取得成功 目标的资料 我早就已经发给你们了 想必你们对目标的情况 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 现在 我再一次给大家做出分析 你们有什么意见 也可以直接提出来 老刘先是一顿慷慨激昂的演说之后 便从屋子里取出一个小黑板 然后将几张照片贴在黑板上 接下来 老刘就拿着粉笔 在黑板上围绕着这几张照片里的主人翁 写写画画 同时也展开了自己的书说 一边写一边讲解 八位玩家都在认真听讲 期间也并未有人插话 一小时候 老刘的话讲完了 黑板上也密密麻麻的写满了字 各位 我能提供给你们的信息就这么多了 你们有什么想问的 现在就可以问我 老刘拧开自己的保温杯 喝了一口茶水解解渴 讲了老半天了 嘴巴都干了 老刘说完这话之后 就神的邮件便发了过来 胡服装员游戏正式开启 各位玩家已经抵达了威尔顿小镇 且与诈骗人员老刘有了接触 你们已经很清楚 自己要做的是什么了 在此次游戏中 请注意 游戏获胜的判定方式是 让莫里克夫妇在遗嘱里 写下你们的名字 让你们成为合法的遗产继承人 任何一位玩家做到这件事情 那么则判定游戏获胜 他的搭档也一并获胜 意思是 遗嘱上只需要写一个人的名字 即可判定为两人团队胜利 两人一起通过游戏 其他玩家则是失败 遗嘱上最多只能写下一个人的名字 若有多名玩家的名字写上 则同样判定为所有玩家游戏失败 该游戏限时三天完成 如果在限定的时间内 没有人可以成为合法的继承人 游戏宣告失败 此次游戏没有胜者 倒计时 开始 这是一个怎样的游戏呢 简单来说就是 争夺遗产 威尔顿小镇内 有一座豪华的庄园 名为胡夫庄园 庄园的主人 是一个叫做莫里克的老人 他今年已经65岁了 妻子格米利也已经67岁了 比他大了两岁 他们是姐弟恋 两位老人膝下无子 眼看着年纪一天天地大了 其他的房产 其总估值已经唾异 这对夫妇年轻的时候 就是威尔顿小镇上 很有名气的富豪 两人很早就结婚了 但一直没有生育 据说是丁克足 本来就没有生小孩的想法 年轻的时候 二人世界自然是快乐无比 没有孩子的牵绊 生活上便也少了很多繁琐的事情 需要去操心 后来 钱越赚越多 年纪也越来越大 当身边的亲人 一个个的都离世之后 两人逐渐有了一种 莫名其妙的孤独感 比起那些普通的家庭 他们总是觉得 好像自己的身边少了点什么 少了什么 是显而易见的 在某一天清晨 他们起床的时候 看到了窗外一群 正在大街上嬉戏的孩童 不知道为什么 在这一刻 他们被孩子的欢声笑语 深深地吸引住了 内心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 两人不约而同地 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 想要生一孩子 刚好又是清晨 那可是一天之中 欲望比较高涨的时候 正好可以办事 两人才刚刚起床 这立刻又脱了衣服 钻进了被窝里 开始造人了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 他们每天晚上都很努力 他们知道自己的年纪大了 不容易怀上 于是还在网上查了资料 做了很多战前的准备 还学习了各种 比较容易怀孕的姿势 可不管他们怎么弄 一个月下来 格米利的肚子 愣是一点反应都没有 这个时候他们意识到 也许他们需要去医院 咨询一下权威的医生 让医生给出建议 这一年 格米利已经53岁了 年纪大了 不知道是否还能怀孕 他们得去医院检查一下 顺便咨询咨询 到了医院之后 医生对格米利的身体 进行了全方位的检查 然后很遗憾地告诉莫里克 现在的格米利 已经不具备生育的能力 他已经绝经了 得到这个消息的 莫里克夫妇 自然是非常无奈的 他们错过了最佳的生育年纪 等到他们想要孩子的时候 为时已晚 从医院回家之后 莫里克跟格米利 闷闷不乐了好几天 之后 他们又去到了 其他的医院里进行检查 但无一例外 医生们给出的检查结果 都是一模一样的 格米利无法生育 这是既定的事实 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也怪不了任何人 那段日子里 莫里克跟格米利 都比较消沉郁闷 他们等以为过段时间 他们就会遗忘这件事情 可这事儿 就像是一颗种子一样 种在了他们心里 非但没有被抹去 反而是生根发芽 稳稳地扎在他们的心头 怎么办 他们渴望有一个孩子 降临到他们的身边 进入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心头里的那颗小种子 彻底生长成为一颗参天大树 某天 在吃晚饭的时候 格米利的神情有些不太自然 她支支吾吾的 多次想要跟莫里克说点什么 但又不知该如何开口 一顿饭吃完 眼看着莫里克站了起来 打算出去跟朋友散步了 格米利下定决心 要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亲爱的 这段时间我一直都在想 既然我们想要一个孩子 而我又无法生育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去领养一个呢 格米利终于是鼓起了勇气 把一直盘旋在心里的心思 说了出来 你也有这个想法 太好了 其实我也想过这件事情 只是不知道怎么向你开口 怕你不同意 听到妻子的话之后 莫里克顿时激动了起来 你真的愿意去领养一个孩子吗 看到丈夫的态度 格米利喜出望外 我当然愿意 这在满足了我们心愿的同时 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 不是吗 莫里克点了点头 嗯 俩人一拍即可 打算领养一个孩子 领养孩子的过程 在这里就不细说了 总之呢 他们在威尔顿的孤儿院里 领养了一个五岁大的女孩 他们给女孩取名为斯蒂娜 斯蒂娜很懂事 也非常乖巧聪明 来到莫里克的家庭之后 她过上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时光 幸福 当然也是双向的 斯蒂娜的到来 让莫里克夫妇 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开心 他们从来没有享受过 有孩子的乐趣 也许这是他们人生之中 所缺失的一部分吧 现在 这缺失的一块 因为斯蒂娜的到来 而被填满了 一家三口 其乐融融 斯蒂娜在莫里克夫妇的呵护之下 渐渐的长大 虽然这个孩子 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但经过长时间的相处之后 他们俨然把她当做了 自己的亲生女儿一般对待 如果事情就这么一直发展下去 就没有宁业他们的事了 可这毕竟是就神的游戏 当故事说到这里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 肯定是要出意外了 两年后的某一天 七岁的斯蒂娜莫名其妙地失踪了 当发现这个情况之后 莫里克夫妇着急的不行 他们发动了自己的超能力 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 还是没能找到她 警方也派出了大量的警力寻找 但依然没有任何斯蒂娜的消息 这个七岁大的女孩 这个走进了莫里克夫妇心里的女孩 就这么神秘的消失了 现在距离斯蒂娜消失 已经过去整整12年 她依然杳无音信 而莫里克夫妇也从未放弃过寻找 斯蒂娜的失踪 是这个故事的开端 由这个开端 便可以引出玩家们的任务 为什么参与游戏的四对搭档里 必然有一位玩家是女孩 且是年轻的女孩呢 答案很简单 救神就是要让玩家冒充消失的斯蒂娜 去骗取莫里克夫妇的遗产 这就是这个故事的主线 玩家们要做的 就是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 去让自己成为斯蒂娜 且让莫里克夫妇相信她就是斯蒂娜 女性玩家是这个游戏里的主角 而她们的搭档则是作为辅助 配合她们去上演这么一出骗局 以宁业跟吕严的吸片组合为例说明 吕严的任务是假扮成为斯蒂娜 她必须用尽一切骗术 去骗取莫里克夫妇的信任 让他们认为吕严就是斯蒂娜 而作为吕严的搭档 应业就是要打下手的 是配合吕严演戏的配角 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一目了然 人及难度的游戏 在设定上不会太过于复杂 游戏的内容已经明了了 那么这场大戏 到底会以什么样的方式展开呢 且看这偷蒙拐骗四天天王 各显神通吧 争取遗产的限定时间是三天 为什么游戏会限定这个时间呢 因为莫里克夫妇已经对外宣称 他们将在后天公开宣布 自己名下的财产归属 届时还会有多家媒体到场 对莫里克夫妇进行一个现场的采访 自己的财产如何分配 这就是自家的事情 根本不需要对外宣布 莫里克夫妇的这通操作 几乎等于是告诉所有人 他们的财产会以捐赠的方式回馈给社会 与其说这是利益主 不如说是一场盛大的捐赠活动 所有人都知道 莫里克夫妇没有子女 没有继承人 他们死后的财产该如何分配 其实一直以来也是大家所关注的问题 毫无疑问的是 他们的亲戚会分到一部分财产 但不是所有 早在两年前 莫里克夫妇在出席一次公开活动的时候 就表示 他们会把自己名下的财产拿出来 支持威尔顿小镇的各项公益事业 近两年来 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了 光是捐给福利院的钱就已经超过了千万 用于公共设施上的花费 更是有将近六千万 虽然莫里克夫妇并未在公开场合说过 自己会把自己的财产全都捐出去 但作为玩家来说 宁业他们必然可以猜测到这个结果 这就是给他们一个紧迫感 让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任务 如果他们不能争取到莫里克夫妇的财产归属 那么游戏就失败了 后天就是决定游戏胜负的时刻 四对组合 必须利用这三天不到的时间 去获得莫里克夫妇的信任 时间非常紧 虽然老刘已经把莫里克夫妇的情况 以及他们的养女斯蒂娜的部分信息 告诉了各位玩家 但想要在短短三天之内 成功地找到办法冒充成为斯蒂娜 这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既然各位都没问题了 那么在接下来的三天时间内 希望你们可以成功地拿到 这足以让你们后半生 享尽荣华富贵的财产 如果你们做到了 到时候 别忘记给我老刘分一份养老金就行 我也不贪 一百个W我就满足了 老刘笑呵呵地说道 要是真的可以拿到莫里克夫妇的财产 那一百万就是一根毛 各位行动起来吧 老规矩 口号我们先喊一遍 加油加油加油 努力努力努力 老刘亢奋地跺起了脚 跟传销头子似的 几位玩家当然不会搭理他 老刘又叮嘱了几句话之后 八位玩家便离开了老刘的住处 开始行动 因为这是一个对抗游戏 能够拿到莫里克夫妇财产的人 只能有一对搭档 所以这就不存在合作了 大家从老刘这里离开之后 互相之间几乎是没有任何交流 便各自展开了各自的行动 喂 你有什么想法没 吕燕儿问宁业 暂时没有 我饿了 想先去吃点东西 宁业说道 大叔 时间很紧啊 你怎么还能想到去吃东西呢 吕燕儿说道 不舔饱肚子 哪有力气干活 再说了 想要骗取到莫里克夫妇的信任 那我们也得在威尔顿小镇四处走走 从多方面来打听到 关于莫里克夫妇 以及他们的养女的信息 老刘给我们提供的信息 一定不足以让我们骗取到莫里克夫妇 很多东西得我们自己去找 特别是关于斯蒂娜的 吃完饭之后 我们至少得去一趟 当年斯蒂娜所在的孤儿院不是 磨刀不误砍柴工 先去吃饭 听我的 宁业说道 真是个吃货 吕燕儿撇了撇嘴 也没再有什么意见了 在吃这一方面 宁业也不挑 就尽找了一家面馆 打算吃碗面就行 这是一个难度为人的游戏 而且是难度系数只有两颗星 非常初级的难度 宁业的实力 虽然已经无限接近于夏威神了 但在这个游戏里 因为平衡性的调整 他的实力下降的厉害 所有的卡牌都降为初级阶段 且血脉觉醒度只有10% 想要以暴力来解决问题 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暴力这种方式 也无法让莫里克夫妇 心甘情愿地 在自己的遗嘱上 写下吕燕儿的名字 这是一个必须要制取的游戏 但说实话 宁业心里有点没底 游戏的内核是一个骗子 她不擅长于骗术 这种事情 她可是第一次做 在面馆做了一会之后 面便端了上来 哎 美女 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宁业叫住了服务员 可以啊 什么问题 妹子问道 我们是来这里旅游的 刚到 这次的旅行比较匆忙 我们没有提前做好攻略规划 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途 对于威尔顿小镇 我们真是一点都不了解 我就是想问问你 威尔顿小镇著名的景点 都有什么呢 我们该先去哪儿比较好 你有什么推荐吗 宁业问道 这些问题与游戏毫无关系 但宁业就是想 借此先与当地的人 拉近一下关系 先把话题展开而已 哦 你们是游客吗 那你们现在来威尔顿旅行 也算是挑对了时间 毕竟现在不是旅游的高峰期 游客少 不管去哪儿都比较方便 如果是节假日 那人可多了 景区内几乎都是人挤人 可没什么观景体验 你们是情侣吗 妹子微笑着问道 情侣 你什么眼神啊 我能找这样的 她这身形透 比我爸都显老 一听到情侣二字 吕业立刻否认 而且语气还很冲 别闹 她是我女朋友 刚刚我跟办了几句嘴正生气呢 就是因为我没做好旅行攻略 你别介意哈 不过 你问这个干什么 难道这里有专属于情侣的景点 宁业先是瞪了履压一眼 然后接着跟服务员说话 是啊 如果你们是情侣的话 那我推荐你们一定要去情人峰 那里可是每一对情侣来到这里之后 必定要去打卡的地方 妹子回答 哦 好的 我记下了 我们等会就去 宁业说道 接下来 宁业就跟这个服务员一直在聊着 关于旅行的事 聊得多了 自然也就建立了沟通的桥梁 这是打开陌生人心理防线的第一道手续 跟本地的人聊本地的景点 那么他们大概率是不会拒绝的 这是他们熟悉的事物 而且他们也愿意分享 这让他们感到自豪的事情 在给别人介绍的同时 不也是在赞美自己的家乡吗 哪怕是本地的景点 对于本地人来说已经看得厌烦了 但当他们与游客聊起这事的时候 他们一定很热情 也很乐意多聊 作为服务行业的人员 他们天生就比较善于与人沟通 应业与他们搭话 成功的概率是很高的 如果是在路边随便找一个本地人聊 那估计有被拒绝的风险 聊了好一会之后 服务员被老板叫走 去后厨帮忙去了 喂 你是来聊妹的吗 跟人家唠嗑老半天了 有说有笑的 结果没有一个话题说到点子上 我还以为你要跟他聊一聊 关于莫里克夫妇的事情呢 可你怎么真跟个游客似的 老是问一些旅游的事情 服务员走后 旅业便忍不住问道 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切入话题罢了 过于生硬的去问莫里克夫妇的事情 太奇怪了不是吗 宁业倒是没觉得有什么 只是低头吃面 他是真的饿了 你能不能吃快一点 一个大男人怎么磨磨叽叽的跟娘妹一样 旅业又开始催促 吃饭讲究的就是一个细嚼慢咽 吃面也不例外 你很急吗 如果你很着急的话 那你告诉我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命业丝毫不受旅业的影响 继续小口小口的吃着面条 什么打算 你自己不都说了吗 我们要去威尔顿小镇上 打听关于斯蒂娜的消息 当年收养了斯蒂娜的孤儿院 是必须走一趟的吧 我们只有三天不到的时间 你能不能有点紧迫感 旅业说道 又必要两个人绑在一起 这样没有意义 效率还低 宁业说道 行 分头行动就分头行动 反正这游戏里 我才是扮演重要角色的那个 你只是个辅助 而且现在看起来 你倒是很有拖我后腿的前置 跟着你 我也是浑身上下不自在 你慢慢吃吧 我懒得理你了 旅业直接起身 哎 遇到什么问题 记得电话联系啊 宁业说道 知道了 我又不傻 真是啰嗦 旅业不耐烦的嚷嚷两句 然后就离开了面馆 两人分头行动 宁业倒是也亲近了 这种队友 宁业是真心不想跟他合作 但碍于游戏的设定 又不得不跟他搭伙 一碗面干完 宁业没吃饱 又点了一碗 在吃面地同时 宁业拿出手机再查资料 一边查一边吃 半小时后 宁业吃饱喝足 从面馆里走了出来 他拦了一辆出租车 报了一个地址之后 便乘车前往 威尔顿小镇作为旅行景区 那么整座小镇的建设风格 都是比较唯美的 是一座非常精致的小镇 小镇上的建筑布局 也是很有讲究的 它的整体性非常协调 美轮美奂的建筑临次致比 不会有很突兀的事物 来破坏它的整体美感 哪怕是街边的一盏路灯 它都是经过多方测量研究 才能存在 它的位置 它的高度 都必须完美地融入街道 它不仅仅是起到了照明的作用 它得成为一幅 街景图中的构成元素之一 它也是景点 如此有设计感的小镇 就像是有洁癖一样 可就是这么一座 追求极致完美的威尔顿 却也有令所有人 都感到无奈的瑕疵 在小镇的南部 有一条著名的街道 名为信夜大道 这条街道的两侧 种满了银杏树 每到秋季的时候 银杏树那金色的树叶 便会铺满整条街道 看起来就像是 洒满了金光一样 景色非常迷人且浪漫 很多游客 都会在这里拍照留念 信夜大道 是威尔顿小镇 著名的景点之一 它的名气 不仅仅是因为 银杏树的景色让人着迷 这里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如此伟美的街道上 有一个很杀风景的物体存在 那是一栋破旧不堪的老式房屋 平房 占地面积虽然不大 但它就是横在路中间 将宽阔的街道 从中间拦腰斩断 就跟一个巨大的路障一样 处在那里 这种建筑 一般都有一个专业名词 来形容钉子户 没错 威尔顿小镇里也有钉子户 而且是一颗明弯不灵的钉子 就像是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来这里旅游的人 除了来欣赏杏叶大道的 金色风光之外 也特意会来看一看 这颗扎根在杏叶大道 足足有四十年之久的钉子 尽管它已经斑驳不堪 秀气遍布 但它仍旧牢牢地 嵌在这片落满了金光的大道上 风雨不动四十年 从面馆里离开之后 宁业第一个去的地方 便是杏叶大道 且宁业就是直奔 这栋影响城市 整体风貌的老式建筑而来的 到了之后 宁业是一眼就看到了 那座珠丽在这条 落满了金色银杏的 柏油大道上的老建筑 它实在是太显眼了 建筑是四十年前修建的 在这四十年里 它一直没有翻新过 它那腐朽的外壳 就跟一个垂木的老人一样 在这座生机勃勃的 年轻城市里 是那么的格格不入 房屋的主人 是一个叫做约里的老头 他今年已经八十岁了 独身一人住在这里 他的老伴 在前几年的时候因病过世 儿子早在四十年前 便因为一场冲突而意外死亡 约里的亲戚朋友们 也不喜欢跟他来往 因为他是个很顽固的人 脾气又臭 再加上他已经成为了 远近文明的钉子户 他的这栋房子 对威尔顿小镇的城市风貌 有很大的影响 大家都不喜欢这样的人 等于是他跟整个 威尔顿小镇的人都不对付 约里成为了一个 名副其实的孤寡老人 不过 这也是早年间的事情了 现在网络发达了 这老头因为钉子户这事 反而成立一个网红 来此旅游的游客 有很多人都会在他家里 跟他拍照留念 他也会做一些简单的手工艺 鼓刀一些小玩意 游客们也会买他制作的这些东西 虽然约里的年纪越来越大了 但他的日子 倒是过得越好越好了 但不管过得如何 他都从来没有想过 要搬离这里 他曾经说过 只要他还活着 那么这栋房子谁也动不了 谁都别想拆了他 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好使 这么奇怪的老头 宁夜当然是要来见一见的 宁夜到的时候 约里正坐在房屋外的一张摇椅上 抽着烟 惬意地享受着暖暖的日光 自从他的老伴去世之后 他的家门就是24小时敞开的 从来不关 游客可以随时随地进入他家 找他聊天也好 找他合影也好 又或者是坐着休息一会儿 讨杯水喝什么都可以 这像是一个公共区域 一个大家都可以进来那辆参观的休息站 约里也会在家中 常备一些水果饮料什么的 也都是他自己弄的 对于外地的游客而言 他就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老头 但对于威尔顿小镇的人来说 他就是一块顽固不化的石头 约里对外地游客的态度是非常友善的 可对待威尔顿本地人 那他就跟变了个性子似的 把本地人当做是仇人一样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事也不是什么秘密 威尔顿当地人都知道 为什么约里会变成这样子 事情还得从40年前说起 40年前 威尔顿小镇当地的政府决定要搞旅游业 他们对整座城市都进行了土地规划 打算把威尔顿小镇 打造成为一座纯粹的旅游之都 以此来拉动小镇的经济发展 城市要发展 要改造 要引进新的概念 那么就必然要涉及到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 拆迁 要拆迁 那就要提到拆迁款这个东西 当时啊 约里所在的这条新叶大街 已经被划为了拆迁区域 所有住在这里的居民都得搬离 政府会给他们一笔拆迁款安置好他们 这是为了城市整体发展而做出的决定 本地的居民其实也没有太大的意见 大多数人也都同意拆迁 但有的人并不满意 政府给出的拆迁款数额 他们认为这笔钱太少了 约里就是其中之一 他当时也是不满意城府给出的价格 于是就带头跟着一帮人开始闹 上面来人测量土地面积 他们不仅不配合 还把别人给赶走了 有了这事之后 那些原本同意拆迁的住户们也逐渐动摇了 谁不想多搞点钱呢 如果约里这帮人去闹一闹 当地的政府迫于压力多给了一笔钱 那不是皆大欢喜 在威尔顿这个地方是不能强制拆迁的 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 不签字 那么谁都不能强拆 这是这里的法律 既然有人带头去闹了 那其他人也就跟在他后面附和 帮帮场子 反正自己不是出头鸟 出了什么事也轮不到自己单着 可一旦闹成了 那就是大家都受益的事情 不必冒任何风险 只需要去凑个人数帮帮枪就行了 让上面的政府看到群众的意愿即可 大家去闹 本质上就是想多搞点钱 闹着闹着 局面自然就是僵住了 但谁都没想到 这会闹出人命 老约里今天的心情不错 今早一个旅游团到他这里来参观 买了不少手艺品 他赚了不少钱呢 像他这个年纪的人了 身边又没有亲人 钱对于他来说 只是一个虚幻的数字 他用不了那么多 他要的只是维持日常开销所需的 基本生活费就可以了 多余的钱 他会捐出去的 他也一直都是这么做的 这会儿他心想 等到中午的时候 他去看望威尔顿公儿院的那些孩子们 可以给他们多带些礼物过去 孩子们的礼物清单 他可是记得牢牢的 大爷 讨杯水喝可行 宁夜走了过去 与老约里谈谈 没问题 资格去屋里道吧 有白开水 也有我自己制作的一些水果饮料什么的 你想喝什么就喝什么 一次性的杯子放在门口 老约里笑呵呵的说道 行列 多谢了 宁夜拿了的杯子就走进了屋内 这栋老房子从外部来看 它是非常拓旧的 经历了40年的风吹雨打 外墙早已经是布满了岁月的痕迹 但它的内部其实还是非常干净整洁的 看得出来 房屋内部的装潢是翻新过的 家具什么的也都是新的 宁夜进入房子之后 在一张圆桌上看到了不少手工艺品 基本上都是木制的 小雕塑类型的比较多 宁夜随手拿了一个 然后接了一杯水便走了出去 大爷 这多少钱一个 宁夜将手里的木头雕塑拿给老约里看 十块 老约里回答 这么便宜啊 那我要一个 在哪扫码 宁夜问道 二维码在门上呢 老约里指了指房屋的大门 行 宁夜直接扫码支付 我在这坐一会儿 大爷您不介意吧 宁夜又从屋子里搬了张凳子 坐在了老约里身边 不介意 随便坐 你是来威尔顿小镇旅游的吧 怎么一个人啊 约里问道 不是一个人 我朋友去其他地方逛了 我就是想来您这看看 宁夜笑道